大家去找比較高階的踏板 它所擁有的一些差異 那這邊剛好有一些食品可以看 不是假的食品喔 是實際的物品喔 你可以稍微去 等一下要做 後面的時間你們可以拿來摸一下 好 那在場的有雙踏的 誒 應該都是主手吧 這樣子 剛剛也有些其他裸件 大家都有雙踏嗎 有沒有 沈默 好 有雙踏的舉手 你要 我沒有雙踏的舉手 反過來 我比較快 大家都不討厭是舉手 誒 好 剛剛有舉手你是 什麼的踏板 好 超軟齁 讚 我第一個踏板是高軟 那這一位呢 那個 那誰的啦 神器啊 神兵 好 那下一位還有誰舉手呢 將會玩 一般奇的 到底是甚麼 今天也是9290嗎 我跟你講 我後期也有收藏一個 居價練習就還蠻好的 那還有誰呢 誒 你背兩個人 上面 9000 9000喔 9000 9000 神器之一 哦,我們另外一位帥哥到了 好,那你們當初在選你們的踏板的時候 你是怎麼考量去選擇你們的踏板 就看邊在使用 還是自己喜歡的樂手 就是有品牌這種喜好這種 那這位也是 也是啊 好,然後還有誰啊 那DN呢 也對啦 好,其實像很多人在選擇 這個踏板可能第一個考慮一定是價錢 跳進那個時候第一次買的雙踏 我是買K的 然後三千多的雙踏板 然後就是當初自己也是 所殺幾啊高中生啊 就買到比較OK的踏板來踩就好 像一開始你在選踏板你可以就是 先找 假如我自己喜好的鼓手 樂手之類的你可以去找他相同的踏板去用 如果太貴的話你就稍微退一下 那我自己在選 我是以符合我自己腳的感覺 那你們可以去找那種 有不計踏板可以去踩的 鍊家然後先去試踩過 那我 我現在 先找一下就 踏板好 它主要有分為單鏈 雙鏈還有一帶 那還有現在比較流行的直驅 它所謂的鏈條就是 這一段 那單鏈跟雙鏈的差別就是 我認為雙鏈它會比較穩定 你在踩高過的時候比較穩定 比較不會躲的話 那單鏈的部分呢它會比較輕 就是比較靈活一些 所以單動力是想去區分 那另外直驅是 那另外直驅是 它這個 這邊的鏈條它都變成一根桿子 來驅動了有沒有 這邊 好那鏈條跟直驅的差別就在 鏈條是個饒性的東西 它是軟性的物質 那直驅這塊鐵它是硬性的東西 所以你無論踩板怎麼踩 這個特為騙 就是它出軟的東西它會 直接跟著移動 所以這個在反應 就是反應你的腳的動作的時候是非常的靈敏 就是直驅是有幫助 那鏈條 有時候可能是 你踩板暈起來了 但你看鏈條 它已經彎曲了 但是骨髓它沒回來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個時間差別 就是鏈條 那像在Cobra 比較新型的 它在底下有裝個彈簧 我在後面的那個介紹遊戲 它就是幫助這個踏板 可以回復速度快一點 可以回復速度快一點 這就是Cobra它新的設計的樣子 我們會把它幫助 超齡的動作 任何這個方式 都可以回復速度快一點 就是可以回復速度快一點 這個方式就定了